2011年4月 凯特米德尔顿 头戴卡蒂亚光环王冠 和他的白马王子威廉 走进了婚礼殿堂 这顶王冠是女王的收藏之一 在王室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凯特王妃并不是第一个 佩戴他的王室成员 卡蒂亚光环头饰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1936年 乔治六世委托卡蒂亚 用他为妻子购买的钻石和薄金 打造一件华丽的手势 王冠由16个浪花形状的卷轴组成 镶嵌有739颗明亮式钻石和149颗棒状钻石 每个卷轴有一颗渐变式明亮式钻石分隔 王冠正面中心有一颗大明亮式钻石 1944年 这顶王冠作为18岁生日礼物 赠给了当时的伊丽莎白公主 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 是第一个借用卡蒂亚光环王冠的人 并称为她年轻式的首选 后来 女王将王冠借给了女儿安逸公主 之后王冠借给凯特王妃 作为新娘头饰佩戴